我們去設定IB Outlet 將 UI 物件變成一個Variable 在這裏我們介紹一些 UI 作為物件 在這裏有互動的地方 例如這個按鈕按鈕 我們想有互動發生 我們不可以依靠剛才的 View Delo 去執行 我們是等於用戶進入後再執行 這時候我們要做一個互動 IOS 最基礎活動就是 Target Action 方式 Target Action 方式是甚麼呢 我們會以 UI 物件為標準 為基礎發動 然後找一個要回應事件的地方 一般會發生在 View Control 然後它會指向一個指定的功能進行 在這裏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其實都是一樣的 用一個叫做 Control Click Z 的方式 來進行 在這個按鈕上 我們可以是開啟了 然後 Control Click Z 然後去開啟一條 Outlet 出來 和做 IP Action 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放在 View Controller 的 Class 裡面 然後放手 它又要開啟了 它要開啟了 然後就會看到 Collection 這個 Options 在 Collection 這個 Options 裡面 我們打開其實有幾個選擇 剛才我們有 Outlet 因為 Button 是可以互動的關係 我們有一個 Action 的選項 然後一個 Action 的選項 你就可以打個名字 叫做 Clicked 它就會把這件事 結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 Function 另外 Button 可以有不同的事件 它基本上都會自動幫你選一個最適合的 Event 我們現在這個選擇就是 Touch Up Inside 就是按一下 在裡面再放手 就是它放了手的時候才會執行 另外一個最常用就是 Value Change Value Change 就是一些 slider switch 轉數值的時候去做一些 Call Up 我們這次的按鈕就選擇 Touch Up Inside 完成之後就按 Collect 按 Collect 我們就可以去進行一些互動的項鍵 那我就不如把 Text View 的字轉到 Label 裡面 我就可以打一個 Command Self.Label.Test 就是代表著這個 Label 因為我用 IB Outlet 已經連接了 然後我們再用 Text View.Test 這個是 Text View Self.Test View.Test 我們就連接了兩個部分 在 iOS 最基礎的互動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按一個按鈕 然後找到 Target View Controller這個物件 而它相應的行動就是按鈕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透過在 Inspector 那個部分打開 Inspector 然後選一個按鈕 它有一個叫 Collection Inspector 你在 Collection Inspector 就看到關係是 established 除了 Collection Inspector 除了 Collection Inspector 之外 你也可以按按按鈕 按鈕 它也會顯示相應的 Outlet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按鈕 就會有一個行動 而它的 Target Action 就是 View Controller的 Click Functions 最後看看示範是怎樣的 我們開啟動 按鈕 我們開啟動 打開啟動 按鈕 打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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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iOS 基本上 在 iOS 基礎的 UI 材料 都是用一種這樣的設定 模式